歡迎來到完食 萬活Channel 我是阿達 我是阿咪 今天同樣為大家帶來一個主題 是兩間咖啡店 一個女性選擇的咖啡店 一個男性選擇咖啡店 會有所不同 所以今天阿咪和阿達各自準備了一間咖啡店 看看更加有什麼分別 當然啦 這個選擇只會代表我們兩個人的意見 不代表全部人的意見 純粹作為一個參考 我們這次的咖啡店也是以銅鑼灣區為主 首先我們會由阿咪會選的咖啡店 現在就是找到Hason裏面的 看看阿咪選了什麼咖啡店出來 阿咪為何你會選這間咖啡店呢 因為我看到有很大的窗 有些天然光進來 還有一些打卡位 我們當然要拍照 對 所以就要找一些特別多打卡位的地方 阿咪大咖啡店 因為阿咪喜歡一些 純粹可能只有咖啡 不是太多食物 不過這一間 某一些時段 其實它是有意粉吃的 但我們現在來的時段 應該是沒有的 只剩下西餅 對 少少麵包 我覺得剛才坐的環境是舒服的 很舒服的 很舒服的 其他咖啡店都可以的 始終它是有基本的運作 來到才知道的 原來它有一個地方 是一張長椅 側邊是有些沙發 有些沙發 你可以拿出來 就放在椅子上 也蠻有趣的 蠻有趣的 真的蠻有趣的 也蠻有趣的 也蠻有趣的 我不知是因為現在的困體 其實它是盤開了 它說之前本來是用碟 不過現在就會用外賣袋 蠻有問題 我們開來看看 看看阿達有什麼 他會問你是不是要整熱 預熱大約五分鐘 這個鍋的味道 我吃到這個很鬆化 一咬它就可以散了 鬆化 表面和杏仁片都滿滿 吃到它有一點點 那叫什麼 有杏仁的味道 有杏仁的味道 有一點點脆脆的 但其實吃到有點黏 甜了一點 這個口感是鬆脆的 一點點脆 裡面的味道是鬆化的 嗯 朱古力咖啡 對 朱古力咖啡 它也會有朱古力粉在上面 試一下 它說有些黑粉 我本身叫它小甜的 但你跟我說 因為有些黑朱古力粉 在裡面 所以那些小甜的味道會很苦 最終它沒有吃 嗯 剛剛喝過一口 就是它在表面灑了一些朱古力粉 在表面 所以我喝過一口 就不覺得很甜 反而是有些朱古力粉 都很重 有點苦苦的味道 這個咖啡的奶和咖啡都混合得很好 這裡的咖啡的咖啡味會比較重 92-95元 90多元 價錢又不算特別貴 我們就喝完了 享受這個咖啡的咖啡 我們還有一個總結 三分滿分的 我們來吧 1 2 3 一叮 1點半 剛剛聞過了 她也有手衝咖啡 不過她的菜單就是寫著 手衝咖啡就叫做咖啡師 她給了一個解釋 一杯大約40-60元左右 解釋就是因為每一天的品種都不同 你要問她才知道那天有什麼品種 因為這個餐廳的介紹都很像是 一間就輪到我Ada介紹一間咖啡店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有什麼分別 好 那我就拭目以待Ada介紹那間 究竟合不合我呢 終於來到第二間了 Ada選的 沒錯 這間就是位於銅鑼灣禮頓中心 中心 裡面二樓的 還有咖啡之外 她也出名是一種很特別的巧克力 一間就會看到 我看到她的飲品選擇很多 還有Ada喜歡的手沖咖啡 不同產地的咖啡 對 有幾種沖沖的 也都有我平時都最喜歡選擇的不同的茶 因為Ada說的巧克力就比較出名 所以是特地的巧克力 是細心的 只要你說簡單的咖啡 就是一個表都列出來的 然後也都會列出來 譬如說這個究竟是美國家 是用什麼方法去沖沙 都列出來 都列出來 基本上每一種都七十字塊 有些最貴的一百二十塊 就是說 是清清不知 那一年的古君豆 最高級的 都可以試試 而食物方面 這裡就有 鍋子 也有熱食 也有all-ay-bassets 熱朱古力來了 哇 這叫crazy chocolate 真的很cra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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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有白朱古力 也有朱古力 也有可可粉 還有一個朱古力 在表面 試一口吧 很誇張 很誇張 你可以說 我想要求它少點 但店員說 其實不是很甜 因為用了一些 比較苦的可可粉 其實不是很甜 染口也有很多不同的層次感 原來有很多多重的感覺 原來喝下去的朱古力 是不是很甜的 我們吃了一個 就是這杯咖啡 咖啡粉 我真的不懂 不過呢 很貼心地 就找了這個名牌 這個就是我 這杯咖啡 所用的咖啡豆 裡面有 沖了的方式 我看到這裡有些咖啡粉 對 是不是它現在 沖給你的咖啡粉 就是這些 對 問問光的香氣 是酸的 為什麼我覺得 酸的 對 因為它都說過 這些淺老闆 都是酸的味道 嗯 自己覺得是一個比較 好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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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帶一點酸的茶 茶的味道 而且很甜 很苦 比較偏 肉鬆 這個呢 有其中一個 menu 全部都是叫外肉包 有幾種的 有幾種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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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雙滑蛋 好濃 好濃 這是雙滑蛋 這是滑蛋 是用日本蛋來做的 對 雙滑蛋 雙滑蛋 很濃 那種味道很濃 芝士又不濃 芝士又不濃 真的不濃 不濃 我們先試甜品 這是什麼 紅天使 粉紅天使 裡面呢 就是Roseberry 紅桑梅 上面是棉花糖 有點酸酸的 Roseberry 一定有點酸酸的 但味道很酸 可以接受 但味道很酸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這個尺寸 這個尺寸 這個味道 好像貴了一點 總數 256個分 大 V 指數 3分 5分 1 5分 3分 1.6分 1.7分 我當然要沒有打卡位 不論食物和飲品 都是多於剛才那間的 簡單來說 今天喝的那一盒 可能是喝杯 對 尤其喝杯 連下午茶都差不多 對 另外我覺得 這裡的手中的咖啡 我不是說那間不喜歡 但我這個 的 % 這裏 好像是比較專業 例如我們這兩間介紹 你們會喜歡這間 我覺得兩間都有不同的優勝之處 嗯 好 那不知道什麼是否相當呢 不知道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和分享這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 如果大家對我們的影片 有什麼提議 有什麼主題想要的話 都可以去行人留意 掰掰 掰掰